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現在是各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病菌原來藏在這些地方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公開 超離奇得病原因 好辣菌團 會被哪些致命的 超級細菌纏上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毅 李毅 你過年去南 對 我跟你講 我們三個人去嘛 然後我跟Eason都非常的健康 我們去20天 但其中一個旅伴呢 我們明明就是吃一樣的東西 睡一樣的地方 然後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我們去20天 他就 你就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個樣子 可是他跟我們講說 他幾乎是一整年不會生病 一年就生這一次病而已 然後他就說他身體是很健康 可是我們就會想說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環境的關係 就是到處處處危機 對 處處處處危機 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因為什麼關係 然後到處處 他常常一個團出去 對 有幾個拉上肚下去 幾個就健康 對 病菌會侵犯你的 也是看你的體質 所以你平常就要加強你的免疫力 對 對 我還聽說朋友真倒楣 去印度玩 要感染一種病菌 回來之後 終身要打胰島素 真的嗎 會 你問江醫師 會... 有沒有 這種的案例 比較常常發生的那些年輕人 一些年輕人他家裡 沒有糖尿病的病死 對 他可能出去國外玩一次感冒 回來之後就 可能幾天之後 或是幾個月之後 突然間就被送到急診室 一測血糖八九百 對 那個就是在國外的時候 只看到一種 莫名其妙的病毒 結果那個 當你身體有病毒入侵的時候 你會產生一些抗體 結果那個抗體 把病毒打死之後 那個抗體並沒有停 開始打自己的胰臟 對 結果把自己的胰臟通通打壞掉 回來就變糖尿病 這個是第一型糖尿病 最常見的原因 這是莫名其妙的感染 是前幾天聽到的消息 我聽到有這麼倒楣的事 像前一陣子 現在南部 你看 什麼諾羅病毒 對 對不對 到日本玩 要小心德國麻疹 還有醫院群序感染的A流 你以為待在家裡就沒事吧 不是啦 不然因業廢食 對不對 我們要做好防疫了 是 出出危機 恐病人到底在哪裡 疾病失控 這些可怕的傳染病 竟然會致命 以前傳染病如果大流行的時候 因為交通不發達 沒有飛機 沒有輪船 了不起最慘的情況就是 這個村落 整個滅村 但是它至少不會散播出去 那現在因為飛機輪船 真的非常的盛行 所以其實旅遊的時候 都很容易帶回來 包括我們最近在講的 麻疹 麻疹其實 日本有 菲律賓有 越南有 全球幾乎都大流行 菲律賓甚至於 那德國麻疹 日本也有 所以最近的新聞報導都說 如果你要去日本 不只要擔心麻疹 你要還擔心德國麻疹 我們來看看這個 麻疹跟德國麻疹 當我們得到麻疹的時候 其實你出現的可能是 類似感冒的症狀 咳嗽流鼻水 眼睛紅 發燒 出疹子 然後它最大的一個特徵 如果醫生不靠任何 檢驗工具的話 麻疹 我們在臉頰口頰裡面 這個裡面的紅色的肉 上面會有一個叫 說真的這幾年我們很少見到 但是在當年大流行的時候 每個人嘴巴翻開 裡面紅色的肉上面 就好像灑上了鹽巴 就是科士斑點 那德國麻疹呢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症狀 就是發燒 你會覺得 累 但是德國麻疹 如果真的在 因為孕婦得到 很可能造成 胎兒的畸形 小孩子畸形 那麻疹如果是孕婦得到呢 相關性就比較沒有那麼大 初期得到可能是 中期得到 好像還好 但是在快生的時候 你得到麻疹 小孩子生出來 因為沒有抵抗力嘛 還是可能得到一個叫 剛剛李懿說 她在家裡不出門 抱歉 麻疹號稱 什麼 空氣傳染 換句話說 如果你下去下面信箱拿個信 你回來坐個電梯 可是這個電梯 剛剛進來過的人 有得了麻疹 你自己也可能得 她在潛伏的時期 你說我沒有症狀 我出去到處爬爬罩 其實還是有可能 有傳染給別人的能力 所以根本就是防不勝防 最有效的預防方法 還是打 預防針 剛好麻疹 德國麻疹跟篩線炎 它是三針 一針就解決了 所以其實會建議說 1981年以後出生的人 因為沒有經歷過 當年大流行的年代 對 你大流行的時候 幾乎每個人都得過 每個人身體都有抵抗力 用免疫系統 沒有經過那個大流行的年代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再補打一支麻疹 篩線炎 德國麻疹 那如果你預計要懷孕 其實也應該先把 德國麻疹的疫苗 先打一打 才不會說 我真的懷孕了之後 真的得到德國麻疹 然後就出人命 小胎兒就出問題 而且現在說那三個針 小朋友好像就有打了嘛 對不對 其實一歲就打 五歲再補打一針 所以最怕的就是 你大概七個月八個月 你就會說 我要帶去日本玩 那時候你都還沒有抵抗能力 其實可以考慮先打 反而對長輩是好 因為長輩過去有這種抗體的對不對 有打過 很多地方只要密集聚集 還是有可能傳送給別人 是 其實小朋友最怕 上幼稚園有沒有 一進去都要病好幾次回來 有沒有 就那種就群聚感染 所以大家要注意 這是資訊 因為我在二月份 剛好去東京玩回來 然後我就想說 玩回來那也沒事 就繼續上班 結果有一天突然就接到說 衛生所打電話來 我想說 是要我去做講座嗎 還是什麼 他說不是 他問我說你是不是 搭哪一班飛機回來 我就說 其實我也忘記 我就跟他說是... 他跟我說 我們那個班機上面 剛好有一個人回來之後 就確診得了麻疹 然後他就要關心你的 那個身體狀況 結果我覺得 我們的防疫大會 真的做得非常好 他就這樣連續打... 打了兩個禮拜 所以我昨天才剛接完 最後一通電話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剛好前一陣子 大概半年前 我有打了德國麻疹 麻疹疫苗 他就說這個疫苗的話 其實最近不太會有人去打 你怎麼會打 然後其實因為我們之前 就有宣傳說 麻疹疫苗最近比較多 然後他就會建議我們 如果常常跟病人接觸 怎麼樣打個疫苗的話 對自己的保護會比較好一點 最近新聞有在講 A型流感的群聚感染 流感病毒偏偏是在寒冷的時候 它反射得比較快 所以他就跟你說 在秋冬的時候 流感要小心 是... 至於剛剛大家一直在講 隔離 通報的問題 就是說 比如說 我到底要不要去通報 比如說 李懿你今天得到流感了 你要不要打電話給警察 說我得到流感 不用 一般都不難 一般都不難 因為 是法定傳染病 才需要通報 不是法定傳染病 是不需要通報 比如你小孩子得到流感 你會打電話跟人家講說 我真的沒有流感了 我今天要怎麼辦 不需要 流感一般 而且 到底要不要隔離 大部分的這種法定傳染病 除非是第五類的 要不然都是只要自行隔離 基本上流感要通報 只有一種狀況 如果你今天是流感重症 大家知道流感一般來講 跟一般的感冒差在哪裡 就是流感比較會肌肉痠痛 一般的感冒 大概就是傷呼吸道的那個問題 那流感如果有重症 比如說你有 流感合併這些毛病 才需要通報 因為流感重症 就被我們歸在 第四類的法定傳染病 還有一種需要通報 就是群聚感染 我們群聚感染的定義是這樣 三天之內 在一個人口密集的地方 只有兩個案例 就算群聚感染 像新北市那個護理之家 他是 但是他其實隔離做得很好 那六個都是租源的病人 所以那六個 其實通通都被隔離了 而且他們照顧 那個裡面的七十五個人 有沒有 通通都被強制投客流感 而且通通都被追蹤 所以其實做得還滿好 而且他們也有通報 所以沒有那麼可怕 那另外就是 可是桃園市的那一家 就被人家一直詬病 因為他們 其實他們是有四個感染 但是他們到了第四天 第五天才通報 還沒通報 還通報 所以這個太慢 一般我們規定如果群聚感染 你發現 二十四小時內 就要通報 因為他們沒有通報的話 其實這些國家政府的單位 沒辦法去做疫情調查 有時候就會擴散 所以其實像那個 新北市那一家 其實到現在他們也不知道 第一個是誰 第一個是誰帶進去的 因為那種公共場所 大家都會進進出出 誰知道病原在哪裡 所以我才講沒事 還是盡量不要去醫院 其實這種感染的問題 真的很多 特別是在醫院 我真的在講 你沒事不要去醫院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有病 如果你沒病 你可能本來好好的人會 被感染 我們之前就有個病人 就是這樣 他爸爸六十幾歲 是未來第三期 那我開刀 他兒子還滿健康的一個人 就為了他爸爸 他就跟公司請了一個月的假 說要照顧他爸爸要開刀 開刀的時候也都很順利 到第四天第五天的時候 他爸爸開完刀 剛開始精神很萎靡 後來就可能體力慢慢恢復 第四天第五天的時候 精神就很好 可是我每次去查房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他兒子的精神 越來越不好 我會想說我每次去查房 好像他兒子比他爸爸還要像病人 對啊 要像病人 他有一天我去看的時候 他就那個兒子跟我說 江醫師那個 你下午是不是有門診 我說對啊 怎麼了嗎 他說我可不可以去掛你門診 我說幹嘛 他說我這嘴巴這邊好痛喔 我說我稍微幫他看一下 就看他真的嘴巴這地方 有個破洞 然後感染得還滿厲害的 下午到門診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個傢伙 在醫院裡面弄成這樣子 醫院裡面的細菌 搞不好比較毒一點點 我就刻意開那種 很廣笑的抗證書 故意開那比較好的開始 結果連續兩三天 每次去看他 精神越來越差 這邊越來越腫 不然我自己受不了 我就受不了 我就說 那個下午 我還是有門診 你來 我幫你收住院好了 你爸旁邊剛好有空床 方便啦 方便 對啊 一起一趟 對啊 我就下去 這樣互相照顧嘛 也有個辦法 對 我就下去 就把他收住院 開始打康床床床床 那下去的時候 打床床床床床床 就打一兩天也沒有好 就把他安排到開刀房 去把那個農化 去把那個傷口化開有農 也做了一個培養 結果培養出來的細菌 我就嚇得掉了 我本來想說這個細菌 如果跟他爸爸感染的細菌 是一樣的 那就還滿合理的 好治療 結果完全不是 兩個是不一樣的細菌 而且那個細菌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毒 就是那種 幾乎是細菌之王 對所有的抗生素 幾乎都沒有效 只有一兩種細菌 有一兩種抗生素有效 而且它的抗生素 還不是我們可以開的 我們還要照會感染科 後來想想才知道 原來他爸爸剛住院的時候 他是跟一個肺部感染的病人 是住在前一間病房 結果後來那個肺部感染的那個病人 被驗出 就是被感染這種細菌之王 所以他爸爸就被移開那個病房 因為他那個病人 就要被隔離了 然後他爸爸就換病房 可是他兒子去照顧他的前幾天 因為要去照顧他 請了一個月的假 所以前幾個禮拜都在加班 把這些事情都做完 所以他去照顧他爸爸 他其實嘴巴已經破了了幾個洞 可能是那個時候 被那個病人感染到 跟那個時候被那個病人感染到 所以患病房的乾燥還沒有怎麼樣 結果後來慢慢就腫起來了 所以他想說 沒事真的不要去醫院 如果你自己有病 是害到病人 如果你沒病 可能就是被病人害到 而且你身上有傷口是更容易 非常容易感染 而且這種超級病毒 現在好多好恐怖喔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